大家好,这里是淘宝利刃激光 我录这个视频就给大家讲一些新版软件增加的新功能 还有总体讲一下机器的使用方法 不足之处请大家多多包含 首先你收到机器之后 机器里有一个光盘 光盘里头有这些东西 你应该对一下 大家看一下雕刻机组装说明 然后是利用激光不同版本的软件 从2.43到2.50 现在最新的已经2.51了 然后下面有个其他编辑软件 这个写的推荐资深玩家使用 实际上这里头就是文态 这里头有文态的教程 就是喜欢玩的就是 因为文态的话做出的图形 或再导出机电码的话 精准就会高一些 但是用的时候稍微难一些 所以就是推荐资深玩家玩 这边写一个备用的主板驱动 然后下面有个主板驱动 这两个呢你抓哪一个都可以 然后这边有一个操作之前 一定要阅读的文件 你就一定要看一下 这个就讲了一个开机的顺序 然后这个是测试用的免费资源 下面这个是灰度雕刻处理的视频 就是如何就是 其实本身软件上就带一些灰度处理的效果 但是如果你不满意 你可以参照这个灰度雕刻处理视频 来再处理一下 下面这两个呢是说明书 这是Word版本 这是PDF版本 不同版本哈 但是就是内容是一样的哈 然后下面这两个是软件的使用教程 视频教程 后期呢我会把我现在正在录这个视频 放到放进去 把这两个就删掉了 因为这两个属于不全的 我这个录一个稍微全一点 这个是微软的补定 下面这个是主板驱动 说过了哈 那咱就挨个挨个说 首先你拿到你机器之后 你要把这个打开 这里补充一下 这里有很多客户跟我讲 它没有这个光区啊 那没有光区怎么办 那你就在阿里旺旺给我发信息 我把那个百度盘的地址发给你 你去下载 或者是你去这个QQ群里下载 也可以哈 接着说啊 雕刻机组装说明 你拿到你机器之后 首先要把机器装起来 这一个雕刻机组装说明打开 这边有个组装视频 这边有一个详图 两个你参照着看哈 参照着看 这个详图讲得很详细啊 一步一步来 首先就是机器有这些零件 对吧 然后这是铝材 然后怎么把它装起来 这个我就不一一说了哈 这个你倒是自己看就行 重点说一下这个后面这个接线哈 重点说一下这个接线 就是step 5 就第五部里头 这里头 大家可以看到 上面这个标题不一样哈 这个是100HW到两天500HW机器机组图 下面这个是两千八百毫瓦 五千五百毫瓦到和七千毫瓦 这三种激光头的机前图 为什么不一样哈 就下面这三种激光头 它是TTL调制的 它多了一根TTL信号线 所以就下面这个接法和上面的这个接法不一样 上面这个你看看简单看一下哈 点开看一下啊 这块不看哈 就看一下这块 你看这块这个接线对吧 这是对于一百毫瓦到两千五百毫瓦激光头都是按照这个接线 就是这个黑线是激光的插到这对吧 然后这侧面的Y电击线插到这就是Y口 Y驱动下面有两个口插这个插这个都行 就是方向是不一样这个是就这两个方向是反的 Y方向下面有两个口 X就插这对吧 这边是风扇接口可以插风扇 现在是对于两千五百毫瓦的大功率的头会配一个风扇 其他的呢先不配风扇 然后对于这边的哈 两千八五千五和七千的 就是这种激光头 这种是两千八五千五都这种形状 七千的比这个还大一些哈 不太一样 这种接线的你看看 它是这个激光的线插到上面 插到这个DCOUT上 就DCOUT实际上就是要直接输出 实际上这个就是电源直接直接从这个电源来的电源直接连到这里了 然后其余的插法 你看外电机还是插这 X电机还是插这 这多了一个红线 大家看到没有 多了一个粉线 多了一个这个粉线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粉线就是TTL信号线插到这里的 一百毫瓦到两千五百毫瓦的机器是没有这个线的 只有两千八五千五七千有这个线 大家一定要注意哈 你的激光头是什么样子的 你就照什么样来接线 不要乱接哈 回过去来说 然后这边有个视频 这个视频大家可以点开 就是看一下 就按照这个视频一步步 就是这个这个和这个配合的来来装嘛 这里我就不说了哈 浪费时间 我就先讲讲讲软件 软件呢是有这么几个不同的版本 其实呢就是说我讲之前呢 其实说明书里都会提到 那就去看下说明 按照说明一步步来就行 首先就是说明是一定要看的啊 这提到第一条 大家一定要看一下 请务必先复制光盘或网盘上所有资料到你电脑上之后才做 就是说你一定要把所有的资料复制到你电脑上 你再操作这个你一定要记住啊 一定要复制 先复制 你要不复制的话 就是说啊 因为有些有些人在线打开 那肯定不行 软件你打开 它就出现各种问题了 对吧 这边讲了一个正确的接线顺序 这块按照这个接就行哈 然后下面这块 就是还是刚才我说过那个接线的顺序 这是我插入的一页 按照这个来接线 就是跟刚才那个实际是一样的 你看见没 就是激光接这 信号线接这对吧 那个是一样的 对吧 这个就呃 这个实际是跟刚才那个组装也都是重复的 说你看哪个都行 这是一样的哈 这是一样的 然后下面这个机器截圆图 这个是对于一个控制卡的一个简介 这款如果单独买卡的人一定要仔细看一看哈 这款你看 这个我写的很清楚了 两千八五千五七千的接到这里 然后这边是XTTL的线 这边是XYZ线维线维 那个线维器的接口 现在我们机器没有配线维 这个USB接电脑 这个是电源 然后这个是100到2500毫瓦机 往后接这里 然后冷却风扇的一个接口接这里 这边是接这个 接这个X电机 这是接Y电机 外电机大家看一下下面有两个口哈 这两个口 这一个口 这一个口对吧 这两个是一样的 方向正好是相反的哈 就转的方向正好是相反的 然后这上面有个小钮小螺丝 大家看到没有这个东西 这个叫电位器 顺时针旋转的话 就是调大电流 调大电流直接影响就是 你的布禁电机的这个扭矩 扭力会增大 也就是说假如你的电机 你的机器运转不太流畅 或者是你感觉比较紧 你可以断了电的情况下 把这个螺丝 这个和这个螺丝 稍微顺时针凝 15到20度 一定要记住断电啊 一定要断电 这个发货之前我们都调好了哈 建议你自己调整前 咨询一下我们 一定要断电 如果要调的话哈 这个就是刚才说 100到2500接线 就这样接哈 这个没什么的 刚才说过了哈 这个是2500 28005线 跟上面还是一样的 重复了 嗯 机器装好之后的整个样子 应该是这个样子哈 就是这边是机器啊 这是电脑 这电源接上线 然后USB线插上 大概就这个效果哈 H-Bose这种机器呢 就是我们店里新推出的一款整机 这种都是整机发货 你收到机器货 只需要将两根这个电机线插入到这个对应的电机里就可以了 然后拧上这个激光头 把激光头挂上就可以使用了 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把这个螺丝拧上把这两个螺丝拧上把激光头插上线就可以用了 H-Bose是整齐啊精度更高 用用料更贵 下面就说一下软件安装机使用哈 软件安装机使用 这块说其实啊 其实如果你看说明啊 就是我这个说明我不能说做得特别好 但是绝对是很详细的 你按照说明来做的话 一般操作下来就能学会 首先就是组装机器吧 说过的对吧 两个是安装主板驱动对吧 安装主板驱动 组装机器的话就按照这个雕刻机组装说明 安装主板驱动 那就是备用主板驱动 这个驱动了 那就不说了哈 然后下面就是安装补丁 实际就是这里的一样 就是先把机器装好 安装这个 然后呢安装驱动 这个驱动 备用主板驱动和这个主板驱动 这两个都行 你随便装一个都行 然后下面呢 就装这个微软补丁 微软补丁装里面那个Net4.0 这我就不打开了 对于W7W8W10这样的系统 它里面自带补丁的 一般的话 其他的XP什么之类的 它是不带这个补丁 所以你要装上 下面接着我先说哈 软件 就是这块就到软件了 对不对 装完装完补丁 装完驱动 那就到软件了 软件这写的很详细啊 不用打开 不用不用安装 软件你看到没有 免安装 直接打开连击就可 这边有这么多版本 那你用哪一个 哪一个都可以用 但是我建议你是用最新的版本 最新的版本 有最新的功能 对吧 然后下面 软件打开之后 双击第一个 就是这个可知性文件 那我们就打开一个试试啊 就这个 你看没 就第一个看没 cncc应用程序 这个就是可知性文件 把这个打开 就是程序 那我现在已经打开了 我就不在这里打开了 我这个已经打开了 打开了就是 这个样子了 对吧 打开了就这个样子 大家可以看看啊 cnccv2.5量 来自x的淘宝0激光 这就是我们软件的一个界面 好 待会我详细的讲这个软件 然后雕刻机的操作软件学习 就看 按照下面这个就行了 看下红框上的这个操作之前 一定要阅读文件 然后是灰度 灰度雕刻处理视频 这个我再说一遍啊 这个灰度雕刻处理视频 指什么呢 就是说 本身我们软件是带一些 就是一键灰度这个效果的 但是有些人觉得效果不好 你可以参照这个灰度雕刻处理视频 再下一个小软件修一下你的图 或者用Photoshop修一下你的图 这两个说明一定要看啊 这个说明就我们现在 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讲解这个说明 一个word版本 一个pdf版本 下面这个视频 我会把我录这个视频 放到这个位置 把这两个视频然后删掉 然后下面就是连击测试 随便找一个图打开 测一下试 要调校就行了 按照这个测试 用免费志愿 随便找一个打开 这个其他编辑软件 其他编辑就我说了 你看这个文件夹专门为资深玩家 或者说要求比较高的玩家准备 普通玩家呢 忽略就行 这里面呢 就是有一些 就是文态的一些软件 如果你要求精度比较高 那你就学一下 也不算难 这边下面就是开始雕刻前 一定要先调校 我其实讲说明就没意思 我就不一直讲说明 讲一下那个机器吧 讲一下简单机器的操作 首先就是我们机器装好了 对吧 我们软件也打开了 那我们就到哪个界面了 到这个界面了 对不对 到这个界面了 到这个界面大家看一下 这个界面上 这是我软件 我已经连接了 这个是自动连接 这是断卡连接 这是连接之后的一个参数 然后这边是机器 现在是一个状态 我这用手机当摄像头拍的 这个女的是我雕塑的灰度图 就是一键生成的 这个小圆铁片是调校用的小薄铁片 你每个机器都有一个在光盘里走 对吧 那我先连接之后 我怎么办呢 我要先测试一下 对吧 我要测试 那么怎么测试呢 我们连弯机 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控制卡后面有控制卡 对不对 这后面有控制卡 后面这个控制卡上 有一个红色开关 连弯机的时候 按一下红色开关 这就通电了 你要不按开关 它电机是没有电的 按一下红色开关 这时候你能听到一个微小的声音 就是电机通电了 然后这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测试一下机器 那我现在就拿这个木板来测试 我的下面是个木板 我就拿这个木板来测试了 首先就是说 你要点一下弱光 看完这个弱光 你要一定要记住啊 这块这个TTL主轴功率 这块看没 你的机器 如果不是2800 不是5500 不是7000 你就不要勾 只有2800 5500 7000毫瓦的 需要勾 其余的就是100毫瓦 到2500毫瓦 也就是2500毫瓦 级以下的 你都不要打这个勾 明白了吧 这一定要记住哈 那我现在就打一下这个 点一下弱光 我点弱光 大家可以看这边亮了 对不对 我点弱光 激光亮了 我点弱光 这个激光亮了 对不对 那就证明现在这个机器是通电的 然后呢 我现在试一下这个上下左右 对不对 上下左右 你看啊 这里都图纹了 有个上下左右 对吧 这个辅助的也有个上下左右 这俩是一样的 这俩是一样的 那这个是呢 调这个移动速度的 这个哈 左右通通 调移动速度 我点 这个呢 你看我点一下哈 正常我点这个 这个上 它应该向后走 对不对 你看我点 机器向后走 对不对 这就对了 向后走 我点下呢 它向前走 对吧 我点左 它向左走 我点右 它向右走 那有的人跟我说 哎 我这个走的方向 跟你的相反啊 我点左右 它是 我点左它往右 我点右它往左 或者我点上它往下 我点下它往上 那怎么办呢 你就不要着急 点开这个设置 设置里有这个正向反向 看到没有 还有个歪轴正向反向 对不对 你 假如说你x左右是反的 那我现在 我现在是这样的哈 我现在就是 跟我要求的方法一样 就是 按照每个人的习惯嘛 哈 我的习惯就是 我把机器这么放 我是站在这个位置 我站在这个位置 站在前面 就激光头正正对着我 我是这么站的 然后呢 呃 相当于我从天上往下看 就俯视的话 就是上下左右 就是这个样子 就像我的左面就是左面 我的右面就是右边 靠近我就是下 远离我就是上 对吧 那假如你 假如说 假如说现在就是 它这个方向不一致 怎么办 就是左右跟你 跟你这方向不一致 你就点一下 假如原来是 我现在是反向 对不对 正好方向是好的 那假如现在正好反向 我就点一下正向 然后点一下这个保存 就行了哈 一定要记得保存 一定要记得保存 那个歪也一样 上下反的话 也一样点一下保存哈 这里面这个参数 不要改哈 如果你买的是我们的整机 你不要改参数 这个参数都不要动哈 不要动这个参数 一定要记得 不要动这个参数哈 然后这边 我们设置的最高速度是1500 是1500 这个也不要动哈 这个就保存就行了 这里面就是设置这一页的参数 尽量不要动 尽量不要动 如果你要改的话 你我建议就是 你可以改改下面这 就是呃 设置限制一下最大功率 限制一下就是最小功率 这个但一般我建议也不要改 这个实际上就设置地 尽量不要动哈 尽量不要动 那我们刚才就是测试若光 机器亮了对不对 山下左右也OK了 那我们怎么办 现在我们现在需要调焦 怎么调焦呢 哈 这个很简单 把这个小铁片 把这个小铁片 把这个小铁片放到这个物体的上面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拧这个 来拧这个激光头的这个 呃 下面这个小点 激光头下面的小钮 呃 拧这个小钮 拧这个激光头下面 激光头下面有个小旋钮 我们来获得一个最小的一个点 它会打在这个金属的表面 非常小的一个点 特别亮 你能看到一个特别亮的点 你能看到一个特别耀眼的点 呃 那就是证明那个就是最小的点了 有人问我说 哎 这个激光的这个点 为什么是个方块啊 实际上因为这个二激光的原因呢 这个 这种二激光的激光呢 都是方块 它都是方块的 这个不碍事的 就说你要调那个点 你能看到一个小亮点 在这个方块的一个长边上 然后你要那个点最小最亮 那就证明是焦点了 这里一定要注意啊 不同厚度的物体 这次我是放的一个 一定要每一次都要用这个小铁片 就是调一下胶哈 调一下胶 当然也可以用配合这个螺丝 上下升降这个 上下升降这个螺丝来用 上下升降这个螺丝 假如你的厚度往上增加了 你可以拧这个螺丝 拧这个螺丝往上提 这个整个把这个铁片提起来 这样也行对吧 基本上我这个焦点就调差不多了 那现在呢 我要雕一个图 试试哈 我要雕一个图 这里面雕图之前 你一定要注意哈 这块重点了哈 我一定要说一下这块啊 有的人说 哎 我从这儿雕 机器为什么走到那个位置开始雕 那是因为你没有清零 大家可以看这里哈 这有个工作坐标 一个机器坐标 对不对啊 你看看现在工作坐标 和机器坐标是一样的 大家有没有注意这个事 这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 你不管你就是 你这个机器通电之前 就是你连接它之前 你连接之前 激光头 无论它在什么位置 那个当时那个位置 对于机器坐标来说 就是零零零 那假如我现在在这个技术上 我移动了机器往头 我现在这不移动出来吗 对吧 你看看没 X往左移了15.36 然后Y呢 我往下移了点 移了往下 就是移了是3.86 所以它就会显示 机器坐标变成这样 那工作坐标也会变成这样 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办 假如我们要从这个点开始雕刻 那我们一定要点设为起点 一定要点这个 设为起点 设为起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 把当前位置设为起点 这时候它就会变成 就是XY都会变成零 大家看一下 我点一下设为起点 XY都变成零了 对不对 然后这时候我在雕刻 它就会从这个点开始 就是你这个图输入之后 或者文字输入之后 它从这个点开始雕刻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点 一定要注意这点 那我今天就开始雕一个吧 雕一个简单的 雕一个蝎子吧 雕之前说一下 这个图文里头 这个图文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图文 图文下面有个高级 这个高级 现在这个界面 看这个界面 看这个界面 看到没 这有个打开图片 输入文字 选择点据 图像处理 缩放 镜像反射 对不对 这个界面 是初级模式 这个界面是初级 这个初级 只适合做 灰度打印 也就是说 咱说的灰度照片 大家看这几个字 我这几个字写的很清楚了 灰度打印 灰度打印 初级 只适合做灰度打印 而且它是属于 点阵脉冲式 就那种 就是一点一点 就是灯灯灯灯灯 那种打 那种打法 就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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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的打 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这个界面 这个界面是初级模式 它只适合打灰度照片 灰度照片什么呀 灰度照片就是 你看我店 我店里挂的那些照片 叫我特别好的那些 那些照片 那些是灰度照片 其余的 如果你想打什么黑白啊 或者空心字啊 实心字啊 轮廓切割 那一定要进高级 高级的看没 高级的有什么黑白算法 提取轮廓 对不对 这个就是 就是可能咱用最多的 就是说 想打一个实心字啊 打一个空心字啊 那就用这里头 或者打一个黑白图 那就用这里头 这个初级 一定要注意啊 这是初级 初级只适合做 做这个什么呢 做这个 初级只适合做这个灰度打印 够打印啊 我给大家找一个照片啊 大家看一下 就我店里的照片 天猫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们机器啊 我们机器下面哈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看到没有 这种照片 这种照片 对不对 这种照片 就是灰度照片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界面 这个界面 看这个界面 看这个界面 这个界面 只适合 就是这个界面 只适合打这种照片 就这个界面 只适合打这种照片 是最适用的 其余在干别的 它是不适应的 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回头接着讲 那我们先找一个 简单的图试一下 那我们就高级模式里找了 初级模式 适合打贵度照片 那我就不在这里试 我在高级模式里 我打开一个图 桌面 桌面有一个 测试用免费资源 我找一个图 打一下试试 测试用免费资源 试试用免费资源 中� 聊天 節谊 我打的是图片 那我就在这里找吧 我觉得这个也有蝎子 打这个吧 就打这个图吧 打这个图呢 现在这个图呢 你看啊 大家看一下 现在这个图 如果我现在直接出给图像 它就是按照这个图的这个实心来打的 实心来打 那如果你看 我现在点一下这个图像 大家看一下 它就是这个黑色部分 就是要打印的部分 黑色部分就是要打印的部分 那如果现在把它往来拉一下 就提取轮廓 我现在再点一下图像 大家看到没有 它就出现 它就会提取这个图像的轮廓来 然后下面这两个灰度算法 一灰度算法二 实际上就是怎么说呢 我再说一点 就这个 这里头我再说一下 这个灰度算法 实际上和这个初级模式里头 它的效果是 就是能达到一样的效果 就是目的 就是说怎么说目的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高级模式里 这个灰度算法呢 是什么呀 就是说 通过你自己来调解这些参数 你看看这 这高级模式 这初级模式 没有这些参数 就初级模式里 就是图像处里头呢 直接会有这个东西 你选效果 它是会一样的 就是高级模式里头 这个什么呢 高级模式的这个灰度呢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自己来调节 这个三原色 这个RGB 还有对比度 还有这个缩方大小 你自己来调解它 就属于什么呢 相当于定制灰度 定制灰度 就是比较难用一些 就是推荐 就是一些高级玩家用 这个灰度算法一 算法二 像普通人呢 我就如果调灰度呢 那就回到初级模式里调 回到初级模式里调 然后下面就说 那咱就是把这个图 调一下 这边有个缩放 就是调节大小的 然后下面有个镜像反射 这个 这个 不用说了吧 镜像 镜像 这个图看不出来 镜像 这个图是左右对称的 反射是什么呢 反射 反射就是说 反射 现在我们要调的是黑的部分 对不对 那反射呢 就是把黑的 我们要调的 就是把这个黑的部分变白 我们调黑的部分 就是调它周边的部分 反射相当于就相当于做那个印章一个道理啊 反射 那下面有个保存图片 就是你处理完的图片呢 你可以保存 你可以保存起来 这个用处也不大 但是一般人 这个这个用处 实际上一般人用不到啊 这块你都处理完了 下面有个路径高速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然后还有XY匀速 还有个写字基代码 然后是台币高度 线打印速度这块啊 这会我挨个说一下啊 这个路径高速 大家可以看看啊 这写的是适合 灰白和轮廓 就是说 假如你选这个黑白算法 或者是提取轮廓的 这两个的时候 那你就选这个 第一个路径高速 然后这个XY匀速 一定要勾一下 XY匀速是什么意思呢 XY匀速就是说 如果打上这个呢 那个X走的速度 和Y走的速度是一样的 要不然呢 现在就是说会有 因为有客户跟我反应了 说XY和走的速度不一样 所以就增加了这个功能 记得这个勾一下啊 然后在下面有个 逐行高速 性质使用 这个一般也用不到 也不要用了啊 然后下面这个逐行点线 和逐行周点 实际上这下面这两个 就是配合上面这两个来用的 灰度算法一 灰度算法一 所以我说呢 就是适合 对于一些要求比较奇异 或者是或者说比较高级 或者是怎么样的玩家 他们要自己定义灰度的时候 他们来用这个功能 就是用这个灰度算法一 配合下面这个 主项点下注 主顶来用 这边是写字机代码 这个一般 这个因为我们新卡 我们现在开发的最新的卡 已经增加了墮机的功能 这个马上就会推出 增加墮机 就是说直接以后可以支持写字 这个如果你不用 你就不要勾 如果你用了之后 它就会带动驱动这个墮机 现在用不到 现在也不要管它 这边这个台比高度 就是写字的时候设置一个台比高度 两毫米还是几毫米 这个也不要管了 然后这个线打印速度说一下 线打印速度 我们这设置 默认是2288 这一块呢 就说 你其实不用改的 我建议是不要改 没必要在这里改 可以在后面代码里改 然后这个点线速度5 也不要改了 那我们就说一下 试一下这个图 试一下这个图 刚才我是反射了 我再反一下 我就打这个图 我就打这个图 然后我现在处理完图像了 对不对 我处理完图像 我现在要下一步 接着往下走的话 就是 就是 你看打开图片 然后选好黑白算法 然后处理图像 然后下面你要缩放 要不要缩放 我不缩放 你看要不要镜像反射 要不要保存 不保存 就往接着往下走 试试代码 那我就试试代码 它现在试试代码 这是我是在拿这个高级模式式的 高级模式的话 它是 高级模式的话 就是说 它会把图形试试代码 初级 那个初级模式打灰度 是直接打 速度比较快 它是否将代码收到代码页 你就点试 直接把代码就输到代码页了 代码 现在代码就到了这个代码页里头 到这里头了 到这里头 到这里头之后 再回到刚才那个图文 这里有个保存 看到没有 这个保存实际上就是保存 就是你刚才生的代码可以保存 我刚才没保存 我刚才没保存 那我就回到这里 点这个可以打印 我就打印试试 我把这个铁片挪走 铁片挪走 打印之前 我现在打印之前 对吧 我要预览一下范围 我预览一下范围 这有个范围检查 看到没有 就是辅助里头 辅助了一个范围检查 那我检查一下范围 这个是四角停留的时间 这个是移动速度500 下面这个自动寻中设定点ABC 如果没有线位 这些功能用不上 假如你机器上 没装线位装置的话 用不上 所以你也不要管它了 我点一下范围检查 大家看一下机器 大家看到没有 机器在图上画了一个方框 对吧 它沿着这个边缘 走画了一个方框 也就是说你要雕刻的这个范围 对吧 那好了 现在呢 我要开始打印了 对吧 我预览完范围 假如我现在就要在这打 我就随便选了个位置 我就在这打 在马里头我点这个执行就可以了 这个是执行 这是转停 这是重置 重置就是没有了 就是弄没了 就是重新开始了 你要看这里 我假如点执行 它就直接开始了 它就直接开始掉 然后这里头看到没有 这有个当前进击 看到没有 这个显示288 对不对 这个288是不是和你这里头 这个288是一样的 对不对 是一样的 对吧 它就是你当前速度 然后这边如果你点一下这个 这个就可以在这调速度 可以随时调 这里头如果我点一下 我点一下2 你看啊 我点一下2 它的速度就变成288的两倍 它就变成576 然后这里头呢 上面是调功率的 看到没有大家 这一团就是你可以 就是说机器哪怕已经开始工作了 也可以调功率 你点这个 可以把功率变小 点这个可以把功率变大 那就一个样的道理 就是调小调大功率 也就是说机器已经开始工作的情况下 你可以调功率 调大调小 还有调速 都是可以的 那我把这个速度稍微调快点 我调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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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用的是2.5的激光头 我估计功率比较大 打出来的效果 我估计应该是挺黑的 哎呦 挺黑的 烧黑了 那我速度还得再调快点 再调快点 哎呦 我觉得打黑了 打黑了 打黑了 这个功率太大了 哎呦 功率太大了 这个功率太大了 在我的板子上 那是烧糊了 我看效果怎么样 我这个激光头功率太大了 我这个选了个2500的 所以试起来的话 这个是比较那个效果不太好啊 大家就当看一看吧 我只是做个演示啊 做演示而已 大家可以看到哈 这块这个形状轮廓已经出来了 只不过就是开始的时候功率是100% 然后速度比较慢 你已经给烧糊了哈 烧糊了 嗯这这下面有一个循环次数 看到没有 这块适合做切割用哈 你可以就是 雕刻之前 你可以输入 2345678都可以啊 就是你想循环几次 就输入多少 这本位置哈 嗯 这块有一个 这啊 这一页差不多就这样吧 这一页就是 是就代码这页就是这个功能吧 代码这页就差不多啊 然后说一下这上面哈 这有个诊断 一个清瓶这个清瓶没什么用 就是一点清瓶 这些信息就没了 这个诊断呢 就是假如你连不上机了 或出问题了 你你要怎么弄呢 你要先点一下自动连接 他们如果没有没有没有连接上 然后你再点一下诊断 他就会出出来这个 自动问题分析了 然后你把这个截图发给我们 我们就知道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了 嗯这边有个设备起点 这旁边有个回到起点 那假如就是说你挪动了 就是你可以就是 你你你你动了一下机器 你在这个辅助里头 用山下左右控制激光头 左右动了之后 你想回来 你就点一下回到起点 自己就回到当时的这个起点了哈 嗯这个快雕完了哈 我这个快雕完了 我这个雕的效果不好哈 嗯 形传轮廓是出来了 但是雕的真是差劲啊 差劲 这就是个演示哈 大家就是见效了哈 那就是说这一步如果雕刻完 你看一下如果图形没什么问题 那就证明了哎 我们测试的可以 这个机器也没什么问题了 那我现在把这个往后挪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嗯我把螺光点给它关掉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变形金刚哈 变形金刚哈 就开始雕的时候呢 因为功率比较大 速度比较慢 雕糊了 那后期呢 效果还是可以的 我把这个图抽出来哈 抽出来 这个 这旁 这旁边这个女的呢 这个女的是我雕的一个灰度图 用我们软件自己处理的 就是直接雕的灰度图 这个效果呢 怎么说呢 不能说很好吧 我只能说凑合吧 凑合过得去 就是说 因为就是我自己随便雕的 这个地方也没怎么处理 就是一键生成灰度的 然后旁边这个变形金刚呢 就是我们刚才雕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轮廓是还是比较清晰的哈 就是说明这个机器组装呢 是没什么问题的 嗯 但是 左边这个脸稍糊了哈 这个是正常的 因为激光功率比较大 速度比较慢 就稍糊了 后期我把功率调小了 然后速度调快了 后面这些轮廓还是比较清晰的哈 呃 然后就接着说吧 然后就接着说 其实讲一下其他的功能哈 其他的功能的话 其他的功能就在在图文里接着说哈 说一下这个初级模式哈 简单说一下初级模式 呃 刚才这个高级模式 呃 刚才这个这个高级模式咱 之前讲过了哈 就高级模式我想过了 大家都清楚了是不是 适合灰白和轮廓对吧 那就讲一下初级哈 初级这边是打开图片 或者输文都可以啊 高级的一样 高级的也可以输入文字啊 高级的也可以输入文字啊 那我输入一下大家看看 我输入历刃激光 历刃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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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样式 自己样式可以随便选啊 在大小什么的也都可以 我选出号 那我点出号 就这样子哈 就自己到这里头了 这边可以 你看 继续轮廓 它就提着这个自己轮廓 你黑白算法 它就是黑白算法 对吧 跟那个雕那个刚才那个图是一样的哈 这就不说了哈 那我现在回初级模式 我们讲初级模式啊 啊 你看一下这个机器啊 现在就是说啊 它是 X是0 Y不是0 对不对 我点一下 回到起点 大家可以看一下左边屏幕啊 看我 机器自己回来了 对不对 这就刚才它回到刚才那个起点了 对吧 讲这个初级模式啊 这个界面是初级模式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是打开图片 输入文字 然后选择点句 这个是像素与毫米的比值 你看啊 就是0.1 实际上就是 嗯 一个 正常呢 是 你假如选0.1 那就是说 10个像素是1毫米 你选 这个是10个像素是1毫米 我们一般经常选的就0.1哈 如果你选0.15也行 那0.15差不多就是6个像素1毫米了 就是6个像素1毫米 实际上你就是用10除以这个 用1除以这个数 你假如选0.1 用1除以0.1就是10 那就10像素1毫米 你选0.15呢 就是说用1除以0.1大概是6 6点几多 那就6点几个像素1毫米 这个就说明点的这个粗细啊 点的这个粗细就是距离 距离之分 然后这个图像处理缩放 镜像反射一样哈 我们打开一个图试试啊 这个的话就得找一个美女图了 就这个吧 图片尺寸过大会印象速度 这个是一定要注意啊 如果图片尺寸比较大 会印象速度的 我们这个图放在这哈 我们这个点击就不动了 我们点图像处理 图像处理呢 一般的话 这是你看 这是圆图 这是不同的灰度效果 我就点这个吧 你看 他点 算是他有提示了 这时候呢 你看他不动了 他呢 就是说电脑正在运算 我这电脑配置还凑的啊 反正也不怎么样 也不怎么样 好了 这处理完了 大家看到没有 处理完是这样子 对不对 那我现在下一步怎么办 下一步缩放 就是调尺寸 可以看到这个位置啊 注意看这个位置 这下面有一个 PIX像素 然后这边有个毫米 对不对 呃 毫米 毫米就是说 它的尺寸的大小 那我们下面在这里 要调这个尺寸 调这个什么缩放 点液缩放 这有一个 你看输入它的尺寸 那么199 这它的毫米 就是它最大 它这个圆图是这样 那假如我现在掉个50 我就改成50 乘以75 确定 这个图就变成这么大了 对不对 这么大了 对吧 然后下面就是镜像和反射 镜像和反射的话 镜像和反射 镜像和反射这块 就刚才的一样 要不要镜像 要不要反射 实际上就是 左右 你看 镜像就是左右嘛 反射 反射 这个对于灰度来说 没有用的 没有用的 到这一步 这就完事了 然后下面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我就直接开始 直接点这个 直接点雕刻就可以了 直接点雕刻 这块呢 你看这块是手动调整 也就是调整它的位置 和这个辅助里头 这个是一样的 这块你可以不要管 实际上 当然你也可以在这直接操作 也都行 这一块呢 一个范围检查 跟刚才一样 你可以检查 下面这几个自动循中 这个没有纤维就不要管了 我们现在这个图 假如我想在这叼 那就是讲 讲一下这 这个灼烧时间 灼烧时间 你看多少毫秒 一直到500毫秒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一秒等1000毫秒 你这个选多少毫秒 就是激光亮的那个时间 就能卖走那一个点 激光亮多长时间 我一般就说选50吧 55都行 功率的话 我就选个 功率就选20% 这个功率在这调啊 就初级模式 在这调功率 那我这时候点 开始雕刻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这个 看一下这边这个机器怎么样 它就会动了 我点一下 开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就像点正式的 看到没有 它就像点正 它就是在这啪啪啪啪的点 它就一点点一点的点 可以看一下 我如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如果拖动这个主要时间 我往右拖 大家可以看 这么亮的时间长 看到没有 闪烁的就是比较少了 对不对 那我往这边拖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闪烁的比较快 是不是 这个主要时间 就这个意思 这个功率也一样 我把这个功率往这拉 看不看 功率特别就变小了 变亮了 我拉 怎么出来这东西的 我拉到零 它不亮了 看到没有 我往这边再拉 对不对 功率变大 我拉到这 功率最强 对不对 就是说初级模式里的时候 你这个跟上面无关了 跟上面无关了 明白吧 我这是为什么要录视频 一定要说这个事 在这调功率了 初级模式里 一般的话 雕灰度图 选1000毫瓦 1600毫瓦就可以了 然后毫秒 选择50毫秒左右 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到 它已经雕出了一条线 这个初级模式 有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 你不用生存代码 直接就开始跑 就是省时间 这也是我们客户提出来的 我们做的一些改进 然后接着往下 那这一页就完事了 这边有个关机 还有个导入 这个实际用起来比较复杂 那我 这个我觉得 我单独等着录视频说这块吧 单独录视频说吧 就是什么 有的人雕的图比较大 晚上要睡觉了 第二天要接着雕 对不对 那就是关机之后 第二天再导入 对吧 我单独录视频说 我能演示一下 不演示的话 这个不行 那这个就再雕 那这个再雕 就是先让它雕吧 先让它雕一会 但是我看 能雕出什么样的东西出来 我觉得当玩的 咱接着讲这边 代码 代码的刚才说过了 就是打开代码 对 这里有一个 已经说一下 这里面 你看大家都说 打开文图片文字 高级的也是打开图片文字 对不对 代码的一个功能 就是打开代码 就是打开寄代码 打开寄代码 寄代码有个好处 就是说 就刚才咱说的 这里头这个文件 对不对 你看其他编辑软件 推进资深文家 使用这个 这里头就文态 文态雕刻 五分板和文态软件 使用视频 如果你选了这个 如果你选了这个的话 就说啥呢 就是说 它是 它是 你用这个 直接做 用这个文态 做好图 用文态做好图 然后生成 计代码之后 它的效果会好很多 但是就需要你来学习这个 学习这个 你做好的计代码 你就可以在这直接打开 就是打开代码 直接打开代码 这一定要注意啊 你打开它 只能打开代码 就是计代码 你要打开别的 它就报错了 报错 辅助里头 讲一下辅助 辅助里头 这个激光调整 这个就不要看了 这个需要有Z轴 然后那个 也要加 反正用不上 你就不要看了 手动调整这里头 和刚才那个是一样的 上下左右 对吧 移动速度 下面范围检查 设置 不要动 设置尽量不要动 设置尽量不要动 高级力 什么也没有 高级力也不要管 这个系统里 如果长时间工作 大家记得把这个 勾上 记得把这个 竹子集散机 休眠勾上 速成关于后 我们还会 还会更新的 因为这个客户的需求 在日益月薪的这个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需求 需求这个都得有变化了 对吧 大家要求越来越高 所以我们也会一点再改 大家可以看这个 掉到这了 掉到这个女的 这个腿这了 腿这个位置了 看起来还凑合 我一近点看 这个效果还是凑合的 那这个软件呢 我觉得我就讲的差不多了 我想想还有什么别的 我没讲过 好像没有了吧 对吧 好像没有了 是吧 这个初级模式 高级模式 我都讲了 代码辅助 设置我也都讲了 是吧 那就应该没有 简单讲一下说明 先讲一下说明 这个图在叼呢 这个图在叼 这个图大概在叼 还有一个小时才能叼完呢 现在就是说 改成这种初级模式 来调这个图图 它效果 它的时间啊 缩短了很多 所以呢 就是说 这也是客户提出来的 所以这里呢 非常感谢 就是我们力量激光的一些用户 支持我们这个小公司 这个维持我们小公司的运营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这说一下这个说明 节奏往下说一下说明 这个调教 这边说过了 连机也说过了 用小铁片调教 这个我都讲过了 语言切换 这个咱中国人用不上 这个是单独买卡的 要设置这个 这个也不要管 大家都是买整机 买整机就不要管 这块 这块你看 我刚才讲过了 这个黑白图 用高级模式 对不对 然后调节图像 这块 这个说明实际上 我们做的是非常详细的 如果大家不清楚 可以看说明 但是我这个视频 大家一定要看 看我这个视频 看完之后呢 说明也看一下 就是相辅相成的嘛 这块 你看我都说的比较清楚了 是吧 就是雕刻之前要设为起点 对吧 呃 大家一定要记得哈 雕刻之前 雕刻之前 你选好位置 一定要设为起点 清零 现在把xy清零哈 嗯 然后下面是文字雕刻 也一样 这个也一样的哈 这最下买个灰度图 看到没有 我这写的特别清楚 一定要用初级来做 初级来做 只有初级模式才能做灰度图哈 效果是最好的 这是不同的灰度模式 啊 以上就是软件的基本操作吧 呃 希望大家能加入我们这个 有个力量清光观光圈 内有技术支持哈 呃 扫码就直接可以加入哈 这个 然后下面有些常见问题的解答 我简单说一下啊 就是说有的人说 哎 电脑装了 我电脑就是说 你雕刻有法连接电脑 那你看一下 你是有没有装驱动啊 假如你驱动装上了 那你就换一个USB口 就是从电脑把USB口拔下来 USB线拔下来 重新插一下 有的时候就会解释 他有时候就是就是连接不畅的原因 还有就是说 呃 一定要就是看你电脑 把这个微软这个耐的色染音笔装上 但是温8温10温7这些 他都是自带的 可以不装 然后有一些人的电脑 那个语言系统啊 是那个不是不是不是英文的 不是英文系 不是不是英文 不是这个 有一些人的语言 这个下面实际是给这个老外看的啊 就是说 他的语言系统 实际上是给老外看的 但中国人没什么关系 中国人这三个就不用看了 呃 这个时候如果尝试一张三转方法 仍然无法连 尝试一下 就是换一个电脑的USB口 换一条数据线 或者发邮件给我呢 这个也是给老外看的 咱们中国人的话 直接就是进这个QQ群就可以了 有问题问我 然后假如你激光不亮了的话 首先呢 就是把激光头拔下来 用电源直接插上 先测试一下激光亮不亮 风光转不转 注意这个时候测试的时候 一定要戴眼镜 激光不要照人 不要照任何生物 啊 一定要记住啊 还有几个 我口头想起来的几个问题啊 就是说 有的人说装起来机器之后 哎 这个走得圆不圆呀 那走得圆不圆的情况下 或者图形错位的 大部分情况下 是你的机器没有装好 也就是说 你的机器 就是你装配的时候 皮带松了 就是你的皮带没有障紧 或者是说 呃 你看这个连轴器 对不对 这连轴器上的螺丝 还有这个同步轮上的紧固螺丝 两个同步轮上的紧固螺丝 这上面有个同步螺丝 你没有拧解 你装配的时候 一定要按照我那个 塗装视频所讲的那样 塗装视频讲的 把这个框架 一定要先装平 找一下 你家里比较平整的地方 瓷砖啊 桌面 这个框一定要装平 对吧 这个框如果你装不平 你这个机器出来之后 它这个效果就不好 另外还有一点啊 我说一下 就是说 这个机器本身设计上 有一些小缺陷 这个上下升降 这个块 大家可以看 上下升降框这个位置 上下升降框这个东西啊 它上下升降的时候 它左右有缝 有人给我反应 说这个机器本头 左右走的时候晃 对不对 左右晃 那怎么办呢 我的建议是什么呢 大家找一个牙签什么的啊 牙签 找个牙签呢 插到这个侧面 这个缝里头 找个牙签 这样给它插上 固定一下 我这没有牙签 我这有牙线啊 我用牙线代替 就是可以找一个小塑料条 或者是小塑料纸 什么包装纸啊 或者是找个牙签 插到这个 插到这个缝里头 这样呢 就不让 不让这个插板 不让这个插板 上左右晃 这样呢 就是说 价格会好很多啊 那我讲到这儿就差不多了吧 讲到这儿就差不多了 后期有问题呢 大家就是在QQ群里头随时咨询 因为我们就是我们这个小公司呢 就就这么两三个人 就这么三个人 所以呢 他真是比较忙 有时候呢 不在线 所以希望大家多的体谅 有急事的情况下 可以给我打电话 没有急事的话 就在QQ群里等到晚上 一般都会有回复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 看一下这个灰度图 雕的差不多了 雕到这个位置 你看已经 这个人的这个 这个美女的这个内裤 已经雕出来了 我把这个 我把这个手机拔下来照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不看着 这块已经比较清楚了 对不对 那我把这个 这个就不雕了 我这就不雕了 我暂停就行了 我暂停 中止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下面这个灰度效果怎么样 大家自己感受一下 看到没有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 这个 这个腿 这两个腿 是不是雕出来了 看到没有 能不能看清楚 我这手机像素不太精 这个已经雕出来了 对不对 现在是雕了 不到十分钟 再有一小时 这个图就雕完了 所以说这个灰度效果 还是可以的 是不是 行 非常感谢大家 后续有问题 一定要进Q询 急事打电话 啊 就会发生了 对不对 在这个问题